在3号种子肯塔基被14号种子奥克兰暴冷击败之后 中心区4号种子堪萨斯也被13号种子桑福德大学吓出一身冷汗 后者在他们头上投出了37投16中的三分球 命中率高达43.2% 很多时候在这种单场淘汰制的比赛中 哪支球队的三分球投开了 胜利的天平就会向他们严重倾斜 例如肯塔基就是被奥克兰31投15中的三分球投懵了 NCWE战报 大家好 我是Terry 但这场比赛堪萨斯还是挺过来了 虽然他们的三分球只有18投6中 而且还缺少主力战将凯威姆考勒Jr 但他们却掌握了篮下 两分球58投35中60%的命中率 篮板球以44比35爆掉了对手 最终以93比89显胜挺进第二轮 去年夏天从密歇根大学转来的底柱哥Hunter D. Hinson 才刚刚上誉复出 他拼了老命 全场14投9中 罚球4把1中 卡下19分20篮板5助攻2抢断4分干 关键时刻的防守篮板和助攻 给了球队赢球的底气 前锋KJ Adams高效的拿到20分4篮板6助攻 来自于澳洲的Johnny Furvey本场也打得不错 9投5中 3分球5投2中 罚球6法4中 得到16分 8篮板3助攻 如果接下来还能多保持几场这样的发挥 今天选秀进漏头区问题不大 今天表现不错的选秀热门 还有中西区2号种子田纳西大学的大四级战力Doughton Connect 开始球队以83比49 血虐15号种子圣彼得的比赛中 出战29分钟 15投8中 3分球8投4中 罚球4罚3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 外加8篮板的数据 这位从社区大学联赛打上来的今年参选新秀 2001年4月出生 已经年满22岁 甚至比20年碳花秀 两枚露爆的生日都大 但正是因为经验老道 在疯狂三月这个大阵仗下 仍然可以稳定发挥 帮助球队赢球 Doughton Connect应该是今年最好的极战力之一 接着南区6号种子德州工业 被11号种子北卡州立 以80比67下课上击败 虽然只是11号种子 但北卡州立可是在 ACC联盟分区锦标赛中联赢五场 拿下路易斯威尔 雪城大学 杜克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和北卡大学 抢到分区锦标赛冠军和直通 封三的门票 他们的实力被严重低估 这支球队今天8人出场打球 其中没有一人是大一大二球员 两人是大五升 两人大四升 四人大三升 表现最好的是小胖蹲 DJ Burst Jr 他仅出战16分钟 11投7中 罚球4罚2注拿到16分 其内线背身单打 简直是无懈杀招 对手根本防不住 下一轮 北卡州立将会对上 淘汰肯塔基的奥克兰大学 两支下狗球队将会碰面 今天肯塔基被淘汰之后 最终名帅江克利·佩瑞 前所未有的受到口诛比伐 因为球队过去五年 只赢过一场封三比赛 而今年最终拥有 东南联盟年度这家新人 拥有东南联盟年度这家第六人 先发中有三位五星大医生 还有一位场均20分的 留下大午后卫 这么早被淘汰 很多人认为说不过去 但优质射手锥的Sharper 在赛后维护了恩师 他说我们在比赛中犯了很多错误 教练没办法出场替我们投篮 和替我们防守 这就是one and down的 大学球队面临的问题 对中有大量年轻的四五星招募 虽然能在封三打出好成绩 会非常热血 和那个难度也很大 毕竟他们的任务 除了每个赛季拿到好的战绩之外 还有扮演好向NBA输送 顶尖人才的角色 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确实不好找 而在过去两年 同样扮演着向NBA输送 顶尖人才角色的纪联盟点员队 下赛季就要停止营业了 他们对于二世界的招募 非常的失败 没有一位五星高中生 愿意加入这个 经营了四年的项目 根本原因是近几年 NCW允许球员通过肖像权创收 顶尖球员一年收入 可以轻松破百万 点员队50万美金一年的顶星 不具备吸引力 同时点员队培养处的年轻球员 在战术素养 基本功和对于篮球的理解上 逊色于NCW出品球员 他们大多在进入NBA之后 需要重新塑造 而今年的两位点员出品球员 Ron Holler和Matthes Bousselers 在这个选秀小年 选秀行情都可以从 壮严热门调到五名开外 也让这个项目 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关门停业看起来是在所难免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